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昨天晚上 刚刚袭击了 日军的无料场 田中信一应该不会想到 我们会这么快 再次发动袭击 利用特高克袭击 确实是一招妙棋 但是在你的 整个计划当中 确实没有提到 关于撤离的部分 我想知道 战斗打响之后 面对一百多个 全副武装的日军 你打算怎么撤退 我们所要爆破的 是化学原料 虽然它的毒性 没有合成之后那么强大 但是足以会对人 造成伤害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现在问的是 怎么撤退 我们弄到了一批 防毒面具 在爆破之前 我们所有的人 都会穿戴好 扩散的毒气 是我们最好的掩护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田中信一行事谨慎 他不可能给部队的 每一个人 都发放防毒面具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好 既然由我去诱敌 我要去横峰商贸 实地考察一下 那里是我们负责安排的 让上官晋云陪你去吧 那跟我走吧 我们过去了 顾小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请你陪我去一趟 李氏商贸行 催一下我们订的防毒面具 走吧 现在距离行动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介意 闭嘴 我知道你想去喝那家的咖啡 废话 来上海这么久了 不是喝大碗茶 就是在这里喝白开水 好 今晚就让你喝个痛快 喝个开心 你今天看上去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是吗 我只是恢复了之前的状态罢了 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我们要取得胜利 就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 化悲痛为力量 不是 是向死而生的信念 一晚上不见 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对我们而言 生和死 只是毫历之间的事情 所以臣还活着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呢 比如在行动开始前 我想得到和你共进晚餐的机会 我以为是什么好言壮语 不就是吃个饭吗 怎么 答应我的请求吗 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我去 吴伯 喂 把钥匙给我吧 你回去吧 好 谢谢吴伯 好的 这个地方 你们怎么找到的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得了解这儿的结构 做好晚上战斗的准备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 这是李子牧 故意给咱们一次独处的机会 我知道 本来 我想拒绝的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 静云 大战之前 能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 我就很满足了 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 今天能够说出来 我也放松了不少 不知道李子牧 知道凌双的这些做法 会有什么反应 其实凌双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虽然之前 迫于上面的压力 对你们做过一些调查 但是每到关键时刻 他就放弃了 他做了很正确的选择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回吧 晚上的行动 一切小心 那我走了 静云 等我 好 等我 去看 你能不能忍心吗 你能不能忍心吗 不至于被杀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的局长谋疯 因为私下通敌 危害帝国的安全 以及位置自杀 从今天开始 有特高克 带过你们警察去的 所有事物 懂了吗 懂了 懂了 教祖阁下 所有的实验事局 都在这里 奉用计划 从我接手到现在 一共进行大小检验 谁想 谁想 不过 最关键的黄一号研究 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属下将带领人员 全力进行武关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赶快过去 是 大嫂阁下 这里危险 赶紧待上 我给你 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从正面 展开行动 你带你们的人 在这儿负责接应 围墙后面没有后门 你们怎么出来 放心吧 有完生的 它会炸开一个缺口 晚上的行动 你有几成把握 武成吧 之前看你说的 信心满满的样子 怎么只有武成把握 行动成功的把握很大 可是能否安全撤离 我们要依靠风向 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 如果晚上的风向不变 将会对我们的行动很不利 风向最好吹向大门的方向 这样毒气泄漏的时候 可以出到另一边 日军的宿舍在仓库大门的对面 战事一打响 他们很快就会增援过来 如果到了晚上 风向还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取消行动 这里是山区 风向随时在变化 若要等到对我们有利 起码要到夏季以后 怎么 是不是在担心我的安全 我担心的是我手下的安全 至于你的安慰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别口是心非了 你担忧的眼神 已经落在了我的眼里 我现在吧 还挺怀念你之前 沉默寡言的样子的 看着比现在舒服多 顾小姐 你是不是应该 兑现你的承诺啊 大佐 事情已经缠密 是山下军在黄仪号里 添加了新的元素 才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 看来中川军 之前停止计划 是有道理的 学习尽管指明 还好 一些仪器受损 一些研究人员感到不适 明令山下 继续黄一号的研发 可是 研究失败了 那就停下来 每次这样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取得突破的 你记得吗 黄一号是 目前使用型杀伤型 最强的武器 它的研发是否成功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一定要把它施演成功 我马上去穿拿 快去去行 是 传道将军 不是 我们可以海农周 李处长一直努力地为司令部工作 我理应多加照顾 谢谢川岛将军对我的信任 里边请 来 将军 请 我和李处长有事要谈 卫平 带他们到会议室好好招待 您放心 这边请 将军 请 您请这边坐吧 李处长是不是对所有的人 都这么周到啊 我指的是 青木他们 青木少佐是我们的贵客 招待贵客那是我的本分 是吧 我很想知道 在处理潜移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 不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 我的前途 全寄托在将军您的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 要先考虑将军您 而不是我自己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都非常欣赏 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 还有 那时候我们经过研究 决定把影子公司 交给你来打理 多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影子公司这件事情呢 我有所耳闻 但是 这个事情太大了 我恐怕难以胜任 在上海的所有官员当中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你就不要推辞了 您看这样好吗 在答应您之前 我能不能先征求一下 梅先生的同意 我相信 我相信 梅先生 不会有意见的 这次行动的关键 是不能走漏任何消息 所有人员 都要潜入到 你们各自的作战区域 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 绝对服从你的指挥 你那边虽然是诱敌 但是担子也不轻 从横峰商贸 到军事仓库的距离 就要十五分钟 我们再潜入到里面 找到原料具体的位置 至少也需要十分钟 所以 放心吧 李元昊那边 我至少能拖住他半个时辰 假意周旋 不要应拼 到时候无论张狂如何 李元昊的增援部队一到 你们就立马撤离 我们这儿你就别担心了 到时你们那儿 一切要多加小心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分头准备吧 是 是 去进 区长 胡柴鹤有什么新的消息 谷米党上海站的特别行动队 上午要召开作战会议 但是具体地址不下 这样的情报传递过来 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忧愁 五三 待会儿进去该说些什么 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那倒不用 但是你们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要判斗 放心吧 你老婆那边东西都收拾好了 就到这河地上床了 干吗的 我叫丽颜客长 走 走吧 立立 来来来 打不死 打不死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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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这儿吧 快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是 队长 你过来 队长 去那边卡开 来来 来来来来来去 也你们帮来来看 要乱们不得进去 没什么都吃 China 要那些 Christians 你能确定那里 就是国民党特工 聚集的地方吗 我已经让兄弟们 盯了有一段时间了 肯定是上海站的人 没错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报告 之前我不确定 怕万一错了 您还不处罚我呀 即便这样 那一会儿 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我不能去 我 我现在一旦去了 露了像 以后就不能秘密地 提供情报了 科长 他这话说得有些道理 你看 那个横峰山帽在什么位置 在这儿 这里平常人多吗 平常人不多 五六哥 这么久没有消息 是不是吴三那边出了问题啊 姓名有关 吴三不敢造次 我倒是担心丽元昊 我担心丽元昊 我担心她 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过来 我担心丽元昊 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都按照你们交代的说了 可是丽元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你怎么知道 我跟她说完以后 她让我回去继续盯着 然后就没再提任何事情 不是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 你们答应我的事情 可不能出尔反尔 瞧你那怂样 你先把她带上船 我在这儿盯着 看看她们有什么动静 走吧 科长 通知人员准备出发 您不是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吗 两边的情报结合起来看 吴三提供的地点 就是特别行动队召开会议的地方 我之所以在她面前那么说 是因为她还得不到我的完全信任 这样的人说不定转头 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敌人 两边收钱两边讨好 确实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参加行动队的都是骨干 那如果这次行动成功 可以给予他们重大的打击 或许可以破坏 他们在上海的整个网络 这样的机会 我们怎么能够错过 阁长 我们要不要通知县兵队 与我们一起出发 不必 通知主军在附近待命 一旦听到枪声 理解过来支援我们 记住 这次行动的关键 是出其不一 一定不能让敌人 在行动之前知道我们的消息 是 属下明白 看来我们的优敌计划没有成功 通知唐淳之他们取消行动 喂 孙继承航 汽车配件已经给你们送过去了 好 我知道了 阿德打电话来 说丽元昊他们已经出发了 可是这个丽元昊真够狡猾的 拖了那么久才行动 想让他们上当确实不容易 我们行动吧 好 小则军 大佐 有什么吩咐 准备一下 到特哥哥去的 是 是 板铺关上 是 情况怎么样 报告组长 敌人已经向我们这边进发了 林队长 让我告诉你 一切按计划行事 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是 好 林队 他们来了 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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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等 这样 为了行动隐秘 不要让人发现 让他们全撤了 明白 团长 其他人员怎么还没来 是我图置的他们 我让他们把车辆 停放在墨里路的 警察值班室 他们步行过来 估计还要一些时间 我觉得 如果所有车辆 都开到这里的话 我担心会被敌人发现 什么情况 估计是张研发 肯定是想迷惑我们 准备行动 走 出发 出发 product 到座 李源科长在吗 科长钦子带队 外出行动了 钦子带队 去了什么地方 我不是 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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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不是 這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先聊 那 我這不是怕他們懷疑嗎 趕緊把尸體處理好 好 出發 啦 哇 哇 他 啊 是 出發 於 此 ró 时间起步 尽量开快点 穿好呗 行了 唐顺之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虽然我明白你们是迫不得已 但是我不认同你们的做法 确实 他说过 你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他还说了我一些什么呀 你很想知道吗 他还说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像是李子墨他们过来的 停车检查 对不起 长官 夜间建筑居士仓库 必须要得到司令部作战处的命令 特高科奉命检查 不需要得到作战处的同意 你们是特高科的 是列院号科长派我们来检查 你们的夜间知情情况 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证件大官 我要通偷高科合适一下情况 我要通偷高科合适一下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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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时好了 可以进去了 放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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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到 客战 他们听到枪声 需要一些信家才能赶过来 告诉他们 我们准了埋伏 不过他们没有实力对我们强弓 命令士兵们 攻守单元 是 所有人 愿意逃避 是 队长 命令部队 让他侧面 对他们进行打击 一定要全力以赴 十二门天人 快 快 队长 敌人的寺院不得到吗 这么快 你们还有五分钟才对啊 那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撤退了 他们这块才刚刚出发 至少需要十分钟之敌 打 是 这所有人撤到第二道防剑 队长 我们一定在敌人包围之前撤退 否则的话我们就 知道 弟兄们 看来敌人的远距 比我们愈将的要早到 但是我们要完成任务 我们必须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生死有关 失去势力 大家自己决定 若是抢走的 现在就可以离开 愿意留下来的 就跟我一起 为我们的战友 再争取十分钟的时间 大家自己决定 我们愿意留下 我们愿意留下 我愿意留下 我愿意 好 你们的夜景好语做得很到位 我会建议长官给你们夹抢 谢谢长官 门锁后来 不在这儿 去五十七号咱们再看看 咱们一直没有动静 他们是不是没有找到 储孙原料的仓库 又不知道唐顺芝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这个时间 唐顺芝那边应该已经撤退了 放心吧 宝贝 大人 五十三 大人 大人 二十五 大人 岼 二十五 大人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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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驾 驾 驾 走 跟着 扒克 快 住手 快 天忠君 你怎么过来了 大左阁下前去特高克拜访 得知您亲自带队参与行动 认为这是敌人的一个拳头 于是就过来了 这里地处租界和市区的交界处 是一个理想的潜伏地 当时也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 练队 你也太大意了 大左阁下 并不是我们太过大意 我们收到了眼线的情报 和武汉方面内线的情报 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武汉内线的情报 是 敌人为了引诱我们 花费了很大的心理 却并没有安排足够的兵力 这是为什么 看来我们的内线已经不可靠了 只是离我积分 为了不介绕敌人 我特意安排所有人 从半路下车 让他们悄悄潜伏过来 可是结果呢 你眼睛不必太沮丧 可是我们在来的路上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车辆 对不起 除非有司令部的命令 否则的话 即便是特高客也不能进入仓库 进行检查 特高客检查不需要得到司令部的同意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你们不能进入检查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也不能面向你 请你告诉我你的性命 和你所属的部队 我会把你的行为 向令元昊科长进行汇报 你只可以记录我 我叫总月昊 立守华中方位军后勤部队 你ulle 总月昊 总月昊 我记住你 从月色中走来 带着坚定的步伐 从黎明中走来 带着尘土和笑颜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很无忧的相遇 愿意河上雨雪的真传 从暮色中走来 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从清晨中走来 带着初遥的微笑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很无忧的相遇 愿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看啊 我们的队伍是那么的规伍 看啊 我们的脚步是那么的坚定 为了真意 为了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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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战战的相差 吃饭 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